你觉得张欣回去吗 我觉得今天出去 我生假日挺开心的 怎么那么难呢 我觉得大伯挺好玩的 很好笑 我很喜欢孩子 和张欣 希望可以深入地去了解 干杯 我是单身妈妈 我带两个 她有孩子的话 你会介意吗 故里会 双向奔赴的爱情才有意义 双向奔赴的爱情才有意义 她有小孩在考虑这东西 我觉得张欣不会的 因为她还是蛮介意小朋友的事情 哎呀 她没有这个勇气了 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要小孩 所以我很喜欢小孩 但你不是会介意离有小孩的吗 因为我也是单亲家庭 我是经历过很多让人不开心的过往的 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就算是再努力 那个不公平的东西它有它存在 那肯定它还是会影响到小孩本身 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 所以说本能反应会先入为主的 会认为它可能会有缺失 我会比较介意就是说 未来的另一半 是离有小孩的这种状态 我记得也不是因为我不能做到 我对它很好 而是我觉得 我会一直会反复想 我有没有处理好 其实它会造成一个 心理负担 心理负担和内耗 所以如果最好的情况之下的话 双方都没有小孩 然后有自己的小孩 这种状态是最好的 是是是 理解 就还是要遵从当下你的心就可以了 我觉得 就你自己理性地思考清楚 因为有时候就是 我觉得感情是 你上头的那一瞬间 就只是那一瞬间 就理性能做出的决定才更长远 对 特别好 他们成熟到可怕 大家都是成年人